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极为特殊的热带雨林 它比赤道附近没有季节变化的热带雨林 多了一副闪变的面孔 每年的11月至次年的4月 当印度洋的西南季风和太平洋的东南气流 不再光顾西双板纳 雨水也开始变得吝啬 森林便进入了长达半年的干季 需要依靠大量水分来支撑生态系统的雨林生命 又将如何熬过这漫长的干季呢 令研究者惊讶的是 此时仿佛是森林之神 闲熟地开启了魔法 迅速切换到了雨林的干季模式 于是 规模巨大的林关层 继续保持着浓郁的绿色 70米高的望天树 仍然能够将土壤里的水分 源源不断地送上几十层楼高的大树顶端 所有的雨林生灵 在咸有雨水浇灌的季节里 持续着一向的繁荣 这是一片魔法森林 我们的考察也将为您揭开这片雨林的秘密 每年的四月中旬 西双版纳的歹家人 都会迎来他们最隆重的节日 泼水节 泼水节前 西双版纳蒙伦镇的村民都忙碌起来 岩扁一早就把自家的柴刀磨得正亮 他要去砍伐一些木材 以备节日期间的需要 这种两人才能环抱的树木 名叫铁刀木 是岩扁家祖上留下来的新探林 铁刀木材质坚韧密实 燃烧之高 是代家人生火做饭的主要燃料 根据祖传的规矩 新探林三年砍伐一次 主干不动 只罚枝条 在岩扁砍伐新探林的同时 同村的岩应鹅也背上锯子进山了 他和所有的歹家人一样 绝不动羽林一树一木 只在羽林边沿地带 锯断竹子带回了家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竹筒内部被处理的光洁平整 将准备好的木炭与火药混合 装入竹筒里再塞紧加上引信 一个可以燃放两分钟的 带足礼花就制成了 西双板纳地处北纬21度到22度的 热带北部边缘 一年中有着清晰的雨季 旱季之分 每年四月份是西双板纳最干旱的季节 热闹的泼水节都选在这个季节举办 泼水节寄托着西双板纳的歹族百姓 祈求旱季尽快结束 雨季尽快到来的美好愿望 盐映娥制作的李花将戴笠新年 推向了最后的高潮 在水与火的碰撞里 戴家人为来年的平安喜乐 寄予了最真诚的祈愿 西双板纳长达半年多时间干旱少雨 然而雨林植被以及生物微生物 似乎并没有受到太多影响 当地传说雨林之中蕴含着一种神奇的力量 每当天气持续高温 树木水分蒸发过度时 天上立刻就会降下雨水 密林中的冻植物 以此才能安然度过漫长的旱季 最让人们惊奇的是 降水就像长着一双慧眼 它把范围限制在雨林及其周边 人们有时在雨林中淋了雨 出来却看见路面都没有湿 奇异的怪事无法解释 当地人就把西双板纳的热带雨林 叫做造雨的森林 那么是什么力量左右了雨林中的降水 刚旱少雨的季节 降水为何只频频光顾雨林地区呢 为了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 专家带领考察队来到了西双板纳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这个草地里面大家注意一下蛇虫啊 再就是别崴到脚啊 热带雨林是一个立体而复杂的生态系统 从生长在地面的底层植被 到低矮的灌木 以赋予树木而生的藤本 再到直冲天际的高大桥木 不同种类的植物 和其间与之共存共生的动物 在各自所属的生态梯度上 繁衍生息 上演着精彩的故事 长期以来 茂密雨林中难以企及的高大林冠 始终是科学家们眼中 研究雨林生态环境的圣地 为此 一条架设在望天树上的空中走廊 便出现在高大茂密的林冠层中 这条望天树空中走廊 建于上世纪90年代初 长度达到500多米 距离地面大约35米 相当于十几层楼高 像这种触手可及的 到时候采样调查那些就会很方便 像望天树是热带雨林的典型树种 这个补泵村 还有光纳保护区 是它比较分布集中的地方 然后建设了这么一个空中走廊 像望天树 尤其是林冠这一块的监测 还有研究工作 都可以依托这种空中走廊 这种平台来进行 科学家能够在多个望天树顶部区间穿行 近距离多角度 观察热带雨林中的树木 昆虫 鸟类 作为研究热带雨林的科学家 邓云从不相信 有什么神奇的力量左右着这片雨林 一些神奇的自然现象 恰恰反映的是西双版纳热带雨林特殊的生境 要解开其中的奥秘 需要对热带雨林进行全方位 另一体的科考 望天树空中走廊 只能横向延伸的局限性 限制了科学家的视野 于是 林冠塔吊应运而生 考察队在专家的带领下 来到了位于西双版纳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 猛辣子保护区 这座塔吊高度超过80米 伸出的吊壁达到60米 科考组乘坐吊栏 可以在半径60米的林冠层自由徜徉 黄绿色这一片 基本上就是望天树 热带雨林的林冠 有着极为丰富 却显为人知的物种 它在森林与大气的物质 能量交换过程中 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邓云今天要在望天树树官层 检查温氏记录仪的状态 这个就是我们在里面 装的那个温氏字迹仪 通过那个灯的闪烁 然后进行数据的传输 记录仪上的数据 对研究水热条件相对不足的 西双版纳热带雨林 有着重要帮助 邓云说 塔吊下方的望天树高度 为67米 是周边雨林中最高的一株 邻关塔吊提供了 从上到下的独特研究视角 此时 科考队员程文达博士 正在望天树树官层 收集飞蛾幼虫 虫子对这个环境的耐受力 这个是我要主要来看的东西 所以你看我们就 翻这个叶子来找这个虫 这还有一个 对对对 这个也是 这里面我们来看一下 里面有没有虫 这里面已经没有虫了 然后这个望天树上的昆虫 因为它吃树叶嘛 它是直接把这个太阳能 再为鸟吃 再为其他动物吃 然后对这个整个生态系统 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即时的作用 程文达将这些 以望天树诱叶为食的 飞蛾幼虫 进行高温耐受力的试验 从而了解 它们对于环境的承受力 作为一名研究雨林生物的博士 它也感到疑惑 热带雨林赖以生存 最重要的一个条件 就是充足的水分供应 西双版纳热带雨林 在水热条件相对充足的苛刻环境中 是怎样历经艰难保存下来的呢 清晨 科考组再次走进雨林 程文达将继续昨天的工作 行进中 一片造型古怪的叶子 引起了程博士的注意 你看这儿有一个缝叶鹰的巢 入口 它的鸟巢的入口是这个地方 这个鸟大概只有这么大 这个毛毛的东西 看起来很像一些虫的东西 实际上是这个 背面缝这个巢的针脚 然后因为它那个嘴又吸入肠 就像我里面真的有一只鸟 这只不小心被惊飞的鸟 是这片密林里最聪明的裁缝 摄影师的镜头 曾捕捉到这些有趣的画面 每年的三月到七月 是冯叶鹰繁衍的季节 他们迎朝的方式 堪称炫技的表演 首先 他们会选择一张大的叶片 用尖细的绘 在叶圆处刺出一排小孔 然后利用植物纤维 将叶片卷起缝合 做成一个叶囊 在其中筑巢 既隐蔽又舒适 而最让人惊叹的是 是他们在缝合叶片的过程中 还另有心机 冯叶鹰在缝合叶片时 极其智慧地避开叶片的叶脉 绝不破坏叶脉中的围管束 只有这样 叶片才不会失水死亡 鲜艳的绿色将持续为他的超学 提供最佳伪装 在观察了冯叶鹰独特的超学后 程博士带领考察队迅速撤离 因为他知道 超学的主人 此刻正在不远处观察着一切 在考察队离开后 他会立刻回到精心打造的家 继续孵化他的下一代 半个月后 这片雨林家园里 又将增添几个新成员 无数森林 在复杂多变的雨林环境中 依靠惊人的生存智慧 顽强地繁衍生息 然而 无论是冯叶鹰漆生的叶片 还是植被树木茂密的森林 水分缺失 对于它们的生存 都是致命的威胁 1984年 澳大利亚凯恩斯的热带雨林区 连续四周出现干旱无雨 雨林中的腐植质 完全干燥 大量鸟巢绝死亡 并从树上凋落 整个雨林一片衰败 森林之水 对于雨林的重要 不言而喻 长期在西双版纳热带雨林做科研 整温达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每年十一月到次年的四月 西双版纳进入旱季 大雾随之而来 山脊 峡谷 林间盆地 到处白茫茫一片 而过完泼水节 便进入了雨季 大雾忽然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些山间浓雾因何而起 它与雨林内的浇水 会有着怎样的关联呢 在西双版纳热带雨林中穿行 科考组时不时能看到垂直高悬的藤本植物 长长的藤蔓在空中摇摆 如同一座座树瀑布在密林中流淌 在热带雨林中 多数雨林的大树上 都会有多种藤本植物 交织缠杂的藤蔓 将雨林变成了障碍重重的迷宫 人类在其间行走 极易迷失方向 而随着雨林调查的不断深入 考察队进入了雨林中心地带 植被茂密繁杂 蛇虫等有毒生物四处潜伏 而通讯信号的突然中断 使考察队陷入迷路的险境 此时考察队携带的补给 已经所剩无几 一旦在雨林中走失 高温育碧环境中 能否及时找到补充水分的渠道 就成为了生存的关键 然而 雨林中随处可见的清裂溪水 实则都不可以供人类引用 森林中辅植至滋生的大量微生物 让雨林中可见的水源都成为了致命的威胁 所幸的是 此时同在雨林中考察的张文复 与考察队相遇了 张文复说 如果不幸在雨林中走失 聪明的探险者会找到一种被称为天然水壶的藤本植物 它可以为人类提供安全的饮用水 只称迷路的人找到救援 据说 他们在西窗板纳的热带雨林里并不罕见 张文复决定 在考察队一睹天然水壶的真面目 在雨林中穿梭了一会儿 张文复在一株不起眼的植物前停了下来 就是因为这个它的气形是变的 所以得命这个变弹 我看它上面连得好高 这个多长 可能有个二三十米长 因为它从这长上去到了那个顶之后 它还会往上长 然后它可能攀到树冠 所以我们今天就在这儿取一段吧 这个牙扒藤这个树的藤本 它含水很多 估计一米 一米长的那么一段可能会含水在三毫升 你看我们现在这一段 这么长一小段都寄了这么多水是吧 很多 对啊 然后 而且这个水看着好清啊 水 看我推一下还有水 还有水出来 扁丹堂内丰富的储水让科考队员倍感惊奇 天然水壶果然名不虚传 在扁丹堂被割断的截面处考察队发现 它的内部是密集排列的维管树结构 这是否就是令它能大量储水的秘密武器呢 扁丹堂靠树木搭桥悬挂在十几米高的树冠层 它又是如何克服重力使水分攻击全身的呢 一直以来民间都有着山有多高水就有多高的说法 根据联通器的原理 把水送上树冠的水源地一定与树冠一样高 在现实经验中送水高度超过十米 人们就会用到抽水泵 那么没有抽水泵可以帮忙的高大树木和藤腕 是如何克服几十米高的落差产生的重力 将水分源源不断地送达顶部的呢 为了解这个问题的答案 考察队来到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实验室里陈亚军研究员将采集的植物样本 进行压力测试 我现在手上拿着的这两端是一段藤本的一个枝条 一段是树木的那个枝条 我们想这个同学想现在做的这个实验 像对比这个藤本跟树木 它的一个力学特性上有什么差别 就是它的柔软程度 实验结果显示 树枝和藤条的柔韧性相差巨大 通过树木CT机扫描 它们内部的结构一览无遗 藤本植物内围管树多而粗 直立树木枝条的输送管道更细 陈亚军说尽管藤本植物与高大树木内部结构有些区别 但是植物将养料水分提升到顶部 依靠的都是强大蒸腾拉力 植物里面通过它的一些生理代谢形成了一个蒸腾拉力 陈亚军解释说蒸腾拉力是由植物细胞之间的水压差异 而形成的 当林棺层的叶片细胞因蒸腾湿水 附近的叶肉细胞会从相连腹水的细胞中夺取水分 湿水的细胞又从旁边的腹水细胞夺取水分 如此下去就形成了一系列的水压梯度 水分也就源源不断地被压向高处 直达数十米高的林棺 这些树的尺寸大自然将它们张扬到了极限 抬头向上看 高大的树木就像一座摩天大楼 专家说 一棵高约三十米的树依靠蒸腾拉力 一天中可以吸收上百升水 但它只能用到一部分 其余的会变成水蒸汽回到大气中 雾粉凝结成雾 反补森林 如此循环往复 考察至此 科考组似乎找到了所谓 森林造雨的答案 专家分析说 热带雨林最上层林棺是雾的重要制造者之一 林棺叶片水分大量蒸发 使得雨林周边的空气饱含水分 在夜晚温度急剧变化时凝结形成雾 这便是西双版纳年均一百三十天出现浓雾的原因 刚旱少雨时 浓厚的雾露下沉进入森林 为热带雨林内植物的生长补充了水分 同时 浓雾笼罩森林 减少了日照直射时间 减少了叶片的水分蒸发 冬季空气中凝结的水汽 对森林起到了一定的保温作用 也有利于植物的生长 专家说 几千万年的地质变迁 在青藏高原的东南部 形成了一系列平行的 南北走向的褶皱地带 这就是中国的横断山脉 西双版纳地处横断山系纵谷区南段 北围无量山 怒山余脉 中有蓝仓江及其支流 贯穿其间 让这片宽谷盆地 变为有名的静峰多物区 虽然地处极限环境 但每年近六个月的持续雷雨 和来自北方大江大河的滋润 让热带雨林从中南半岛 一直延续到西双版纳 雨林的守护者 才能够让这片雨林 永保旺盛的生命力 他们也才能够获得 这片雨林的持续馈赠 在这里 繁衍生息 远远流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